今天要來挑戰的是一次做兩道料理 那第一道料理是日式青子丼 第二道是韓式牛肉豆腐鍋 那今天這兩道料理的主角都是豆腐 那接下來看一下有哪些食材 半顆洋蔥 兩顆雞蛋 雞腿肉 還有半盒的筋豆腐 接下來我們要來處理日式青子丼的雞肉 開火 雞肉就是皮的部分炒下 主要是要煎雞皮 不需要放油 怎麼那麼快啊 就是心急 不要心急 這個就是棒的 這個雞肉呢 我們在之前已經先用了一些鹽巴還有紹興酒醃過 所以現在在煎的過程中就會聞到那個酒香味 還滿不錯 雞肉就是我們把雞皮的部分煎到有一點點焦黃 然後雞肉的部分就是沒有透明就可以了 雞肉煎好之後我們要把雞肉切成骰子狀 切成六塊 首先我們準備這個是韓式的石鍋 開火之後呢我們要加一滴滴的油 接下來我們要把半顆的洋蔥放下去炒一炒 大概炒到焦黃色就可以了 好洋蔥炒得差不多之後我們就倒入青子丼的醬汁 醬汁裡面有醬油 然後有米酒 還有味醂 糖跟高湯 如果沒有高湯的話用清水也可以 接下來要把豆腐放進去 煮豆腐的同時呢我們要來打蛋 所以看我打蛋的技術就還可以啊 好剛剛在煮豆腐的時候突然想到 因為上一次經濟師在做這一道 青子丼的時候他有加高麗菜 湯頭變得非常甜 所以我們現在零食加硬了一下 就是要放入就是高麗菜 放雞肉之前我們要確認一下那個 湯頭的味道 接下來我們就把雞肉擺在高麗菜上 把雞肉鋪滿整個高麗菜上 把雞肉放完之後我們就要再加入醬汁 加到蓋過雞肉 雞肉跟醬汁都放完之後我們要開始煮雞肉 那現在還看得到就是雞肉都還是有帶點粉紅色 那我們要把雞肉煮到手才要放蛋 放蛋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們第一次只要放三分之二 然後呢我好緊張喔因為我很怕失敗 今天是說要就是沿著那個湯匙的杯壁 然後從中間倒一些 然後倒到旁邊 那我們剩大概三分之一的時候就停住 經濟師說啊就是如果蛋分兩次打的話 蛋的顏色會比較漂亮然後吃起來會比較嫩 那接下來我就要再把剩下的三分之一倒進去 煮得差不多之後呢我們要把蔥花放下去 然後再來剛剛是然後再放這個綠色 放完蔥花之後我們的日式青子丼就大功告成啦 接下來要來試吃韓日式的青子丼 嗯 這個乾淨淨是做的味道蠻香的耶 嗯 雞肉也很嫩 嗯 嗯 噢這一道超好吃的 然後因為那個高那個湯有高麗菜的甜味 嗯 然後就是跟豆腐啊蛋啊 超好吃的耶 今天終於成功了一次 醬料是我的 哈哈哈哈 幹嘛那麼計較 對啦是啦 做這道料理的時候真的蠻強烈建議就是要放高麗菜 我覺得高麗菜真的搭配起來就是非常完美 久微的成功了 還蠻開心的 但是這道這兩道料理好像都沒有特別難 然後我覺得就是 呃 有味道有調好 然後那個 煮的順序啊 然後有 順序有對應該 失敗率應該很低 對 所以那連我都可以錄出來 我覺得 欸這一道真的跟金釋斯多人道很像 嘿嘿嘿 你會覺得欸還不錯啊 嗯 好啦那 呃 就期待下一次的三明姐上餐囉 掰掰